所以你們可以兩個比較一下 特別的重點就是 1,請你把這兩行複製貼下來 貼下來,然後前面加一個else 關鍵就在這裡 其他都一樣 這邊改成 70,改成b 下面這裡也是一樣 60c 反之剩下來了 所以它一定一層 兩層三層 以後如果說 你要三重、四重、五重 反正一直下來就對了 也就是說以後 反正再複雜的篩選 這樣子就統統搞定了 這招學起來 其實以後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以前那個vb或vba 其他書裡面 還有用另外一種判斷 它會有多重判斷 它不是用這個方法 它叫做select select case 然後一定有個select 這個也可以做多重的 這一個 但是特別注意 因為我後來都不太講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做出來結果 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說你要多重 你要再多學一個 我後來發現 寧可讓各位少學一點 反正結果都一樣 那為什麼你還要再學 所以後來我幾乎都不講這個 因為反正都做得出來 那後來可能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一定會不一樣 到底哪裡不一樣? 有 微軟的官方說明書裡面要講 select case 它篩選的效能比較快 OK 所以你如果比較在乎效能的話 可以用select case 但是呢 快多少? 我大概試過 兩種都寫過 大概快的大概 可能是百萬分之一秒 所以也就是根本沒什麼差別 現在電腦那麼快 反而是你可以少學一個 你用那個多重判斷 你就可以暫時不要select case 用這個就好了 所以這比較簡單一些些 好 那我們把它輸出 所以原來的東西刪除掉 再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結果 這個又出來了 結果如果跟剛剛看到是一樣的話 恭喜你這樣應該沒錯 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多重 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插入函數的時候 希望乘積函數裡面有個乘積函數多重 那這個我想各位自己再改一下 那個邏輯上跟剛剛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留給各位去做變化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你再把這個改一下 兩者怎麼改 我想跟剛剛一樣套用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如果將來各位 在那個VBA裡面 需要用到多重判斷的話 記得就是在第一個if做完之後 把它複製貼下來兩行 在前面加一個else 就是第二個判斷 第三個再等於是把第二個else衣服再複製貼貼貼貼貼 那最後一個就是else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基本的規則 也就是將來 如果你的判斷不是只有最高最低還有中間值的話 可能還有很多篩選的那個條件 那你就可以用else衣服來做篩選 那將來的四串表不外乎就是一個範圍 所以你給它一個範圍之後 再輸出的條件 在輸出的同時呢 你也可以再做什麼 做一些格式變化 這個後面還會再講到 比如說變顏色 或者是說做一些什麼 自中 靠左 靠右 反正這個格式部分呢 都還可以再加上去 那你就可以做出更複雜的變化 都是從這邊做衍生的 那還有就是說呢 sub部分呢 可以多重之外 你也可以再做一個那個 成績的自訂函數也可以做成多重的 這部分我想應該跟剛剛這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可以把什麼 剛剛的那個成績函數這個方式 複製貼下來 然後再做修改 修改的邏輯喔 跟剛剛那個成績多重的這個 這個sub其實差不多喔 所以這個我想留給各位做練習 不外乎就是if 做完之後有沒有 把這兩行複製貼下來 把它改多一個else if 這個底下自己改一下